据澳洲当地媒体报道 男星高云祥涉嫌性侵案于当地时间4月5日在悉尼中央地方法庭过堂 由于是过堂 当天高云祥本人并未到场 而是通过视讯方式出庭 妻子董璇我则出庭旁听 他全身黑衣 十分严肃 有保镖跟随 禁止拍照 刚刚高云祥工作室发声明称 今天是首次提交保时申请 检方需要更多时间阅读保时申请资料 4月10日汇救保时申请事项再次开庭 并辟谣前段时间网传的拒绝保时是谣言 今天才提交保时申请材料 是因为之前恰逢澳洲复活节法定假期 申请保时的程序被顺言 据悉该案女星受害者为悉尼当地华人 十年前移民澳洲是一名已婚妈妈 与丈夫和孩子定居悉尼 是一家传媒公司负责人 有媒体拨打了该女子的电话 对方承认自己所认识的公司是阿亚纳爱情的本地协拍方 但关于案件只字不提 目前网上留言众说纷纭 关于世界真相一切都要以庭审消息为准